花蓮泰鲁閣園區內落實貪荒相當嚴重 一名希臘籍台灣女婿 在白羊步道憑藉一根繩索 救出12名受困旅客傳為佳話 而另外的好消息是 7號這一天 金英酒店內319名旅客 以及西寶國小59名的師生 全數都平安地撤離 与救命恩人橋上相湧而泣 就在大地震發生當下 位在泰鲁閣國家公園內的白羊步道崩塌 這名希臘籍台灣女婿 自己冒著生命危險 越過斷垣殘壁英勇救人 可以 我們要相信他們是專業的 當下臨危不斷爬過 坍塌土堆向外求援 沒有選擇 我們必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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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低調不鞠躬 強陣造成中橫公路多處崩塌中斷 天祥地區過去幾天被隔絕成孤島 好在當時這位希臘英雄 由救難經驗 自己救出12人 從白羊步道走回飯店 7號搭乘撤離接駁車離開 同樣身處重災區的泰鲁閣精英酒店 也協助319名旅客全數平安離開 請留下30名職員助手 還有希寶國小59名受困師生 終於等來撤離車輛 踏上回家之路 在這邊感覺怎樣 感覺很好 不要學高課 到了學校看到小朋友 我們真的覺得很放心 而大家關心的中橫公路天祥 以西往台中五嶺斷緊急搶通 至於天祥往東九取洞方向 7號單線通車 立平10號之前全線修復完成 而泰鲁閣國家公園 則需要一段時間勘宅修復 路道設施建築 漏水面積相當的嚴重 開放園區的尖表 沒有辦法正確的評估 受困民眾立節歸來 但家園重建 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記者葉維林菲亞 喬花蓮報導